台灣可能面對的潛在危機有很多 好比說天災 像是地震、颱風、水災 又或是持續面對的外在威脅 像是軍事衝突 甚至是戰爭 當壯大危機突然發生的時候 我們身為公民 需要隨時做好準備 才能隨時應變度過危機 那今天就跟我們一起 從零開始 準備自己的緊急避難包吧 買東西囉 現在來到大賣場 來開始我們今天的採購吧 戰爭一下要先來買環保餐具 你在野外或是你在逃難的時候 一定需要有可以吃東西的器具 它還有附餐店 這好像不錯 GET 好 那再來我們需要濾水鋪 或是濾水錠 這邊有賣這種 運動濾水瓶 這個只能濾自來水 它是比較屬於家用的這種 那如果你在野外你真的很在意水質 會建議去買專門野外用的濾水錠 要買手電筒跟電子 這樣 這種 不用太貴 欸 怎麼就這樣逛起來了 在野外也要美美的 那我們來說明一下衛生棉這個東西 在野外你可能沒有乾淨的水去清醒你的雙手 所以你盡量要找 不會讓你的手需要接觸你的身體的產品 一般的衛生棉 導管式的棉條比較適合 要來買隨身的藥品 那現在其實他們都有出這種很方便的護理隨身盒 酒精綿片然後有OK風 再多補充一個酒精的隨身包 消毒很好用 衛生紙 小小包的袖珍包 我們不會全帶了 會抓其中幾個包裝來 乾涼的幾個挑選的原則 這種 飽足度高 然後它裡面沒有空氣的包裝 這種也不錯 可以拆分成小包裝 然後可以順便兼顧一下蛋白質 那我們食物要補足到三天份的量 五物棒 物外的時候你需要補充一點鹽份 有鹽份的糖果 這個 那再來我們要買咖啡 又或是一些可以提神的 有熱量的極溶性的飲料 所以我們今天選這個 它可以有一包一包的小包裝 那飲用水的部分 我們的 根據我們包包的容量 我們今天會買兩罐1.5公升的飲料 泡麵 的話 應該大部分人都會選這個 傳說中用冷水泡 也蠻好吃的 泡麵 一定得到有容器 那我們再補一件雨衣 準備緊急便當包 首先 你要一個包包 包包挑選的原則 你可以從 家裡找現有的 或是去買一個新的 那原則大概有三個 首先你要找 我們建議夠大的包包 什麼叫夠大 超過20公升 或是至少可以放得下 15.6寸的筆墊 包包最好要夠堅固 那建議的話 可以有減壓背帶 或是它 有胸扣 腰扣的設計 都很不錯 那整理一下 我們剛剛提到的原則 夠大 堅固 背了不會累 打包緊急救難包的原則 可以參考登山裝備的方式 有效率的重量分配 可以減輕肩膀的負擔 首先 把背包的空間放到最大 分配自己的系統化包裝 像是 餐具一包 藥品一包 食物一包 精力把東西 搭配防水包裝 包裝上 可以寫上打包日期 當作檢視使用 食物跟水 擺放的位置 可以盡量靠近身體側 用背的力量支撐 上下空間可以放輕量 方便取用的東西 而保暖衣物 可以依照季節調整 依照打包順序排列 底層 有保暖用品 生理用品 急救物品 證件銀本等 中層 可以放飲水跟食物 上層 則是餐具 手機 刀具 或手電筒 緊急避難包打包完畢 但不是包包準備好就結束了 記得要放在大門口 或是玄關 容易取得拿了就可以馬上走的地方 然後 每半年記得檢查東西 有沒有過期 需不需要更換 最後 也是最重要的 大家也要熟悉自家附近的避難收容處所 如果必要的時候 才知道要到哪裡去避難 更多危難應變準備 請持續關注沃槽 面對危機或災害 現在做好準備 才是最能度過危難的方式喔